长期以来,美方有关机构对外国政府、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密、监控和攻击 从维基解密到斯诺登事件,从瑞士加密基事件,再到近期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丹麦情报部门对盟国领导人进行监听 事实一再证明,美国是世界公认的黑客帝国 和窃密帝国,是对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 此外,美方不遗余力地推动网络空间军事化,大力发展网络进攻力量 据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透露,美国开发的网络武器多达2000余种,是世界头号网络武器大国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对美国的网络霸凌行径 敦促美方就其监听行动做出解释 停止在全球网络空间制造紧张和敌意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,坚决捍卫国家网络主权、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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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